大家好,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今天有点吵啊,背景 但是呢,这一个耳目一新的环境 来录制今天这个视频 为什么呢?因为选了这个路是比较 崎岖不平的 在一个桥洞下面,这么一个环境 因为当然了,刚刚背景已经看到了 今天就不卖关子了 咱们继续来讲讲吉普木马人 上一次呢,讲了最基本的吉普木马人运动版 如果还没看过,可以去看一下 那运动版呢,简单说就是一个 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但是属于一个平头的木马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除了没有任何电动的东西 这个电窗电锁啊,这个空调啊 这个所有你能想到的东西都没有 但是它为什么说有个好基础呢? 它有同样的引擎 基本的架子 可以选项的这个前后轴笔 当然这些技术的东西,我前面的视频 还有将来的视频都会这个这一句那一句的提到 听多了,听多了大家可能就知道 大家都知道我是红黑的这个红黑控说不上 但是我喜欢红黑这种颜色的组合 那这台红色的这个Sahara 配了一个黑顶 嗯,喜欢吉普木马人的人 也是性格比较爽朗一点 这个普通4G车的这种市场 也做了一定的所谓的调整 简单说这个门下面下看到这块的Running Board 如果加上去的话是要钱的 轮子换18寸呢 原来是17寸的运动板要加钱的 软顶呢,只是标配 啊,这个要加也要加钱的 所以里面的空调啊 再加上其他的东西啊,导航啊 啊,电窗电锁啊,乱七八糟的 如果全加完之后呢 这一个运动板也就不便宜了 那所以,呃,为了怎么说呢 因为吉普木马人 毕竟作为普通消费者 不会向一些专业的人研究的那么多 那他也搞不清楚 到底买的什么东西 为什么要那么多钱 所以呢,那就直接 这个克莱斯特或者吉普 他就出了一款车 让大家一看就知道 哎,这车很漂亮 啊,该有的东西呢 基本上,呃,在这个所谓的 呃,基本代步啊 还有出去玩的时候 这个越野的时候呢 呃,一些东西都有了 所以呢,沙哈拉,Sahara 是这么一个前提下诞生的吧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当然你可以有自己 我希望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想法 也可以来跟所有人分享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我绕了一圈之后呢 这个沙哈拉是很漂亮的一个车 呃,我们所谓讲的基本色呢 白黑蓝红 这几个基本色 呃,不需要额外加钱的 这几个颜色里面呢 我觉得 很多人喜欢黑色 但是因为越野的话 黑色是很吃亏的嘛 刮到什么 呃,非常明显 而且平时不洗的话就难看 那白色呢,不错 白色因为 呃,吉普木马人到后面 你都会搞得很个性 所以呃,白色一个底的话 你可以加很多东西 加红色好看 加这种呃,所谓金属色 Chrome好看 呃,就像这样子对吧 前面这个前脸 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 这种所谓金属的Chrome的这种东西 也好看 所以白色不错 蓝色呢 呃,需求量和这个销量也很大 蓝色也好看 很多男孩子喜欢 但是红色这个呢 虽然是红色 但我觉得是个男女通吃的颜色 呃,男人也感觉很热情 女孩子也感觉很娇滴滴 所以娇美 这个 再加上这个红黑的这种组合 再加一点银色的Chrome 呃,再加上这种 提高的这种 对吧 这种这种呃 就是底盘比较高的设计 再加上圆头灯啊 还有七个这个Grill的前脸啊 所以整台车非常的漂亮 呃,在城市里开呢 也很抓眼球 真正去到野外的时候 吉普木马人都是一个底子出来的 越野也没有问题 呃,说了这么多背景的东西呢 我们现在来一一看看这台车 首先呢 应用于我们眼帘的 还是这个熟悉的 7Grill的这个设计 还有圆头灯 呃,多次的讲过了 如果把前面这块呢 挡住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个吉普的绯闻字的标志了 7Grill 七大洲 服务过和被喜欢过的 或者说 Go Anywhere Do Anything 这种精神 所以七大洲 啊,圆头灯呢 标准性的圆头灯 现在圆头灯已经看得不多了 但在吉普木马人就要一个标志 下面两个小的雾灯 也是圆咚咚的 那15和16款的最大区别呢 这是16款的这一台 就是前面这一小块 所谓的Front Bumper 前面的这个防撞栏吧 啊,这一块呢 是铜色的 在彩海尔上面 那老款上面呢 都是统一黑色 在接下来看呢 这一块 这个引擎盖呢 上面有两个黑色的这个小东西 那是因为玻璃是可以放下来 放在上面 那下面呢 也是一个3.6的PentaStar的V6引擎 输出285的马力和260的扭力 这个大家都知道 打开引擎盖呢 不在里面 而是在旁边 这个小东西 啪啪 这样子打开 两边一打开 关回去的时候呢 把这两个对住这里 然后呢 换个角度 然后呢 这样一弄就好了 轮子呢 刚刚讲过了 是一个全地形的 所谓AT Auto Runtime 不像Rubycon的 这个MT 就是泥地的这种轮胎 是个32度轮胎 配的18寸轮骨 原装的轮骨呢 也是那种金属的 而不是塑料 非常的漂亮 也结实有实用的这种功能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底盘是非常的高 那前面下面这里呢 也可以看到有一块 其实塑胶的这块 其实这个是主要防泥防水 因为大家都知道 吉普莫尔人呢 其中一项的 这个越野指标 就是涉水力 基本上呢 这个水到了 前脸雾灯这个位置 应该 手指都问题不大 在侧面过来呢 大家可以发现在沙哈拉板上面呢 标准的就是这块板子 所谓Fender 叫Fender的这个东西呢 它是和身体颜色是一样的 和车身的颜色是一样的 那在别的版本 包括这个卢比肯和运动版 都是黑色的 过来的话呢 当然有Sahara的这个标志 还有这个木马人 Unlimited的意思 就是四门的意思 四门的意思 就是Unlimited的意思 原来只有两门的 就是Rangular 所以在官网也好 其他地方看到Unlimited 就会找四门 而不是去找什么Rangular Fordor 当然这种由这样写的 但官方写法都是 都是这个四门 这个呢 是有加热的一个到后视镜 那门这里呢 一样的这个标准的把手 这些都是一样 只是下面这里 我们叫这个踏板也好 或者叫小梯子也好 英文叫Running Board 这个东西呢 是Sahara标配的 不需要另外花钱哦 难得的 可是刚说完这个呢 这块黑色的黑板 硬顶 黑板啊 硬顶 在标准的里面呢 就是个软顶 所以硬顶就要加钱了 所谓选项了 那硬顶有两种 同色的 还有这个黑色的 黑色的在这一款里面 配的很好看 同色的我个人认为 见仁见智啊 但是基本上 红色的白色是最好看 黑色也不错 但是我觉得只有白色是最好看 我个人认为 黑色的话配这种像一种 这种不是金属的的感觉 看到这种质感了没有 呃 配黑色我也觉得很好看 配蓝色也很好看 红色也很好看 只有白色同身的 就是和同身啊 和车身颜色 七颜色一样的 那一款我个人认为是最好看的 那后面的话呢 硬顶就有个好处 很多人是为了这个 就是有一个 这个雨刷 呃 大家知道出去玩的时候 泥巴巴的时候 有这个雨刷是很实用的 接下来下面呢 放着一个 这个全大小的 标准大小的 这么一个第五个轮胎 所以升级轮胎的时候 一般都是买五个 AT对吧 写的Alt Ring 那接下来的标准的下面呢 也是有个钩在左边这里 右边排系统 这一块东西 当然很多可以个性 可以弄的东西吧 有那种架子啊 把轮胎放在后面也很酷啊 后面也可以放一堆东西 里面可以放水或者放油的 那将来有机会 慢慢我们都会讲到这些配件方面 第三方配件的东西 打开的话呢 先打开下面 你们看到有些东西在里面 再打开上面这一块 当然说到这的话 这些都是可以拆下来的 这个后盖 所以我们这个还有上面的这一块玻璃都可以拆下来 包括整个硬顶都可以拆下来 包括所有的门都可以拆下来 包括前面这一部分的硬顶 手指呢 这一块的可以拆下来 这一块可以拆下来 这一块一共有三大块 这个驾驶和副驾驶头顶两块 两小块 一个人就可以拆了 后面是一大块 从这里开始是一大块 需要两个人拆 所有的门拆掉 那 当然在左边有Trail Rated 这个是可以 所有的吉普木瓦人 包括吉普其他的 可以越野的车 有Trail Rated 这个标志的就是 可以完全通过卢比肯小道才可以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了 彩号相对来讲是 大家看到标志变了 你的这个truck还有门没有关到 他会提示你 但这不是重点 内饰的话呢 唐大叔个人喜欢这种 这种布椅吧 对吧 所谓的布椅 但是它是比较耐操的这一种 我和大家也聊过 这种呢 出去玩脏了以后 甚至用水的东西弄一弄 然后回头吸一吸 弄一弄之后就很干净了 皮椅的话 皮椅有些人喜欢 唐大叔个人更喜欢布椅 当然唐大叔现在已经开上了手动挡了 我就认为手动挡 也不不止我了 很多人认为手动挡 才是纯粹的这种木马人的感觉 那我今天出来拿了这台手动挡 如果要自动挡呢 那是差不多1800块钱加币的这么一个升级 这一个车 Sahara里面电充电子 我刚刚说已经配了 那空调还是要选项 另外的话中间这个导航啊 这个蓝牙电话那些东西也要选的 那等一下当大叔再慢慢跟大家讲 现在呢 我坐到车里面去 跟大家好好讲讲 在进去之前呢 再跟大家看看后面的位置 前面的位置 因为木马人这种方形的设计 方不拉击 盒子形设计 前后的空间都是很不错的 这是后面的空间 这个脚呢 之前呢 前两天和很胖的这个 外国同事 外国朋友 有人这样出去 他往后扣一扣呢 靠一靠呢 这个 第二排的脚还是空间很大的 而且头顶的空间也好 因为是这种设计 那就顺便 大家刚刚瞄了一眼 但是再重新温习一下 后面的空间也很不错的 如果出去玩 后面可以放很多东西 然后呢 对吧 大家就看到这个架子 如果把所有东西都拆开以后呢 它木马人形状就从方形变成这一种 最后一块就是 这是形不形状 反正这样斜下去的 对吧 这个角度可以看到 斜下去的这么一个形状 然后再加上一个软顶的话 会非常的酷 现在暂时把这个关起来 不然等一下那提示灯又会提示我 好 现在坐进去跟大家看 好了 现在坐在里面 从左边开始呢 吉普木耳人标准是配了八个喇叭 但这是一个升级的 变成九个喇叭的 八个喇叭就最后没有那个低音炮放在后面 九个喇叭这是奥牌的 是个大概700块左右的一个升级 那左边这里呢标准的空调出口 这也是如果没空调就没空调了 对吧 有的话会有这个空调的出口 在中间也是这样子 不断的转不断的转 永远不停的转 所有的门窗控制呢 如果有电窗电锁 或者有这个的话 就是在这里控制 那控制四个窗户 前后的窗户 如果两个的话就是两个 因为唐大叔在的地方比较暗 就把灯打开了 可能会有一些那个怪怪的 但是暂时先这样子吧 那接下来下面呢空调控制 说过了空调是选项 还有呢就是窗这个到后视镜 后视镜的控制呢是在这里 当然在越野的时候 有人会把这个防滑关掉 或者在高速完美的这个路况的时候 可以把它关掉 中间这个灯都知道了 紧急停车灯什么 这里呢就是 木马人在这个地方 可以呢 取电 对吧 可以插电脑出去玩的时候 如果也在玩social media就可以了 看到这个变速箱呢 好漂亮 闪来闪去 如果自动挡呢就是五速变速 如果手动挡呢就是六速变速 接下来这边呢 就是我们这个盒子 盒子里 当然啦这个 这是一个 这是有人说是oh my god 杠子对吧 动来动去的时候 在越野的时候 oh my god 然后下面呢 是咱们盒子 是可以上锁的 这个glub box 里面都是一些 就是现在没有装上去 但是这里是可以扶手的那些东西 都是绑上去的 也可以自己去 自己DIY做一些 当然这也有个盒子了 打开下面是大的 里面呢有一个充电的 还有一个USB 可以听歌啊什么 大家有点不太好 看到了啊 我转 看到了没有 USB在这里 然后下面是插电 那第二另外一层呢 就是可以放一些东西的 这个都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啊 接下来再绕回来这里 顺便也讲一讲 那吉普文马人的四驱呢 控制都是手动 从两两驱变成四驱 四驱变成四驱 low 在各种情况 大叔呢 最近发现一个很好玩的 练习越野的地方 也都试过一下了 挺好玩的 四驱一些东西 嗯 真正到了下雪天啊 雨天啊 或者是出去越野的时候 就会都用到 刚刚提到了 这些都是一致的东西 现在接下来讲的 那Freedom Board 现在呢 这里有两块 副驾是一块 主驾是一块 后面呢 是一大块 连那个 后面就是雨刷那一大部分 是一大块 算是个大U型的吧 那后面 四门的真是不错 四门大概比两门贵个四千来块钱吧 但是呢 哇 这样照着我会怎么样 但是呢 这个 还是蛮实用的 当然唐大叔个人喜欢两门 因为我觉得原汁原味 如果是有家庭的这种呢 四门是不错的选择 空间真的大了很多 而且上面可以放帐篷 这个 有自动的 有手动的 可以睡在上面 特别去一些荒山野岭的时候 会比较 如果你怕一些蛇虫鼠蚁的 可能会更安心一点 这个 如果是四个人的话 那只能爸爸和男孩子睡在下面了 的帐篷 那妈妈和女儿 这个睡在上面 对吧 大概里面是这样子 好吧 一些硬件的东西 那现在我们把眼睛打开 再看看其他的东西 好 打开以后呢 木马然也是非常简单的 这么一个 左边是速度 右边是这个转速 左下角是油量 右下角是这种温度 这个 所以在 但是呢 因为今天这台是沙哈拉版 对吧 它也照顾到一些城市的东西 或者一些相对多一点点智能东西 所以呢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吧 这是一个Connectivity Group 这里面就包括了语音的识别啊 电话蓝牙呀 还有这里面呢 是里面有一些常用的信息 现在呢告诉我有少了 假如这台车有远程启动的时候 有少的时候用不了的 因为要帮你省油 不会让车在那里空转 那胎压 胎压的话这个用的是KPA的这一个格式 所以看上去数字 为什么差了十几啊 不用担心 第一它走一走 自己会相对的会越来越接近 第二的话 因为这个数值的关系 原来只是三十几四十那种 老的 不叫老的吧 那种也是长 另外一个长远格式 大家看的比较习惯 这个不用多担心 那这个的话 就是引擎打开多长时间了 在这个trip 就是这一次 在那个重置机之前 如果你刚刚拿到车 你可以重置一下 知道引擎跑了多长时间 具体的功能呢 可以 因为你可以接一些 外部第三方的东西 来监控很多数据的时候 如果你有改装的话 可能那个会比较重要 接下来的话 这只是公里和那个英里的变化 System OK 有什么问题会提示你 那这也是止航的 还有这个呢 是速度 油量呢 现在显得很吓人 刚刚我出来的时候 把它关掉 就是重置过了 你看现在车在空转呢 它会显示比较高 但是吉普摩尔 绝对不是省油的车 但也没那么夸张 手动挡大概可以开到13.5 自动挡也差不多 看你会不会开 当然远程还有城市有关系 那综合来讲吧 13.5到14之间差不多 当然这是一个Sahara 另外提到就是前后的这个转比吧 或者是front rear axle的 ratio 这台原装的车呢 是3.21 有选项可以选成3.73 这个基本上已经够用了 但卢比卡的话呢 还可以选到4.1 所以那个就是说前面轮子转一次 后面转几次 最标准是3.2圈 再升一点3.73圈 再升的话前面转一圈 后面转四圈 所以这个扭力就会很大 这些越野的时候就会有帮助 看到中间这一部分呢 然后语音的东西可以按 刚刚那个按键也有 当然这还漏了一个 这里当然就是标准的这种控制了 对吧 那种这个Cruise Controller 就是定速的一些东西 在高速的时候可以用 语音控制电话这都没什么了 但是这个是对吧 Sahara还是偏城市的这么 城市越野坚固的 所以在城市里面尽量开 只有周末才开出去越野的时候 这些东西蓝牙都必备的 不然警察叔叔又来找你麻烦了 对吧 那打开的话呢 好 现在一律不停割 你们YouTube一直找 唐大叔的麻烦 我就不停割了 一点点应该三秒钟之内 好像也听说可以 Radio里面呢 这个还配了这个 如果你选了这个5.4寸的 这么个 这一个有导航的 对吧 这个东西之后呢 它的标准就会配你卫星的这个 这个如果 这是一定会有的 当然这个用完一年之后就开始要钱了 那我们就可以听自己的歌 听自己的歌的话 你可以这里打开呢 可以用USB 也可以插线 对吧 iPhone什么都可以 但是呢 USB插好之后呢 你这里可以放到硬盘里面 硬盘呢 是格式完之后28的这么一个硬盘大小 这里面写的都是歌 当然这里面还可以看照片 对吧 但是 我觉得也有另外一种感觉就是 这么一个非常烂的这么个老的这种荧幕 比起现代来讲 对吧 现在老iPad第一代那种感觉 老手机的那种感觉 另外有一种感觉 看一些旅行照片 当然这也不是它最主要功能了 我觉得因为这种简化 所以大家更专注在开车和享受整个旅途上面 而不是说搞一堆断七八糟蓝牙 这个又那个 对吧 当然我们old school一点的还可以听听CD啊 甚至在这看个DVD也可以 这都有了 Audio里面呢 这里面升级音响 升级的音响嘛 如果不是的话也可以调这些 一些常用的对吧 低音高音中音那些前后的 当然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按两下后 在因为吉普木马人的喇叭 它是在个特别的位置 大家看不到吗 在这里喇叭对吧 所以听歌的感觉和一般的听的不一样 所以我喜欢放后两个 这里的话唐大叔喜欢加到四 当然你在喇叭 低音喇叭刚刚给大家看 没看清楚 但是在那个位置你可以放一些人造棉花 之后可以多一点 现在的话四差不多 不然有点听一些重金属或者嘻哈 有一些爆音的感觉 这里呢 看你加到三或者二三都可以 这里我一般不加高音 个人设定啊 这唐大叔的 如果知道 我一般喜欢听一些雷鬼啊 90年代嘻哈呀 一些摇滚 现在不听重摇滚的 一些classic的rock'n'roll 大概这些歌 也听一些新的pop 流行曲 有点小电音的那种 对吧 最近最喜欢听的一首歌就是 I took a bill in the visa 哎呀唱得好了 说到哪了 好了 这就过去了 大概是这样子 大概是这样子 这边 在menu里面呢 有些可以调的东西 大家都非常简单 对于现在智能手机用的多的人 这都不算什么 好 现在都好了之后呢 我就开回去 顺便开一点点 做一个小的这种试驾吧 好吧 每次都都这块都缺 做一点点吧 OK 给我一点时间哦 然后马上就回来 好了 现在咱们出发 唐大叔呢 这个地方是小月 上了一点点泥地 我上次也开到里面去了 桥下面结果此路不通 走到一半又回来了 Oops Oops I did nothing 唱这种歌不会被那个吧 不要怪 唐大叔最近神经 神经敏感啊 之前被这个YouTube 这个维权说音乐 什么用到他的之后 我真是自己很好 现在不知道行不行啊 Oops Oops 我混音他就听不出来 刚刚又死火了啊 开木马人呢 一定要窗户打开 就算等一下 可能有点风声什么 大家也请原谅 但是木马人呢 必须是要所有窗户打开 可惜现在不能把这个 Freedom Board打开 不然真的是更爽 大家就要陪我一起 兜兜小风吧 为了视频质量呢 还是关上吧 之所以这个吉普木马人的塞哈尔啊 现在是最热销的 有几个原因 第一呢 唐大叔说过了 木马人的这个 运动版呢 就是一个上手就什么都有一点 接下来呢 你可以完全自己去 天哪 唐大叔今天出球了吗 唐大叔说到了啊 木马人的 其实运动版也好 什么也好 你可以完全改到跟卢必肯一样 只是说你要花一些时间 还有很多的金钱 当然 那这个卢必肯 大家要买卢必肯的人都知道为什么要买卢必肯 那就是完全越为了越野 这个城市舒适度啊 一些东西都不要都舍弃 最主要就是轮胎的关系 那好了 接下来塞哈尔之所以这么受欢迎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兼顾到了这个所有的东西 其实轮胎来讲 它的轮胎越野能力比sport还要好一点 那根据选项不同了 我刚刚简单的介绍过这种 这种这个 前后轮胎的这种比 越是这个3.21 3.73 4.10 越是数值大的这些 越是开的时候呢 感觉就是因为这个3.6的引擎是挺猛的 但是你会感觉 转速好高啊 可是车跑得不快 对吧 那所以塞哈尔一边如果说 一般的如果是标准的 这个3.21的话 如果做点对比吧 这个大气动机这些也是3.3 1比3左右吧 3.0几标准的这些 或者一般的车可能1比3左右就很不错了 所以呢 在城市开的车很少会上到这个3.21这样子 那也就是说这样其实是足够了 大家也知道大气也有越野能力的嘛 一般的 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SUV 那绕了一大圈 还是要说 所以它在驾驶的时候轮胎还是相对平稳的 而且这个比例的关系 开起来的感觉也是挺舒服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 沙哈拉 沙哈拉的这个版本的一个坚固 坚固了这些东西 那四门的开起来的感觉呢 还是 我觉得两门控制起来更有点感觉随心手遇 那四门这个感觉更像SUV一点 而且更实用一点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很多就算是越野比较极限玩的那些人 他们很多也是都是开的四门 当然到了地方要住嘛 要玩呢 可以睡在房顶 刚刚我也提过了 所以四门呢 现在越来越受欢迎 但是标准的呢 唐大叔喜欢的还是两门 两门的解决方案呢 就是另外配一个拖的东西 这个拖一个trailer或者拖一个camper 对吧 那也是一样的 现在有很多越野的camper 拖着呢 他们自己都是有这种避震啊 一些东西 然后里面可以放很多很多东西 所以这个是个题外话聊一下 那再回到驾驶上面 Sahara的话 这种轮胎是唯一区别 那其他的避震的一些东西都差不多 和运动版是一样的 和Sahara是不一样 Sahara是其他的避震系统 这里就不细说了 那些是比较另外一个话题 那另外的话 所有的GIFMAR下面呢 都是有这种防护板 Under Armour Skip Plate那些东西 就是下面有些金属保护这个主要部件 这都一样的 在木马人上会多一点 当然这个大家可以想到 所以呢 Sahara呢 是个现在最受欢迎的 因为它外形漂亮 里面的越野能力呢 这个木马人都不是盖的了 肯定 所以这块都不用多说了 那再来的话 它就是看上去漂亮 驾驶上呢 因为轮子的关系 又比较舒服平稳一点 所以这就是一个Sahara的定位 也是为什么它现在是最受欢迎的车型 我觉得今天内容 很想把视频做短 但是我感觉今天还是不错 内容蛮多的 我觉得有用的信息蛮多的 唐大叔不断在研究 也不断的在这个 对木马人的喜欢从来都没变过 只是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 可能懂的东西比以前多一点点 那也就不停在跟大家分享 但是呢 最开始 之所以现在开始做这种标准的 或者原装车吧 不是特别版 也不是这些东西改装车 也是之前都是做过了其他的特别版 做过一些 但是从来没有好好的做一些原装车 所以现在呢 木马人运动版上次做的有点急 但也算是做过了 今天赛号我基本上觉得想讲的东西 还是都是涵盖到了在这一集里面 而且还做了个简短的试驾 希望对大家有些帮助 那最后呢 还是打打广告 跟之前一样 如果住在温哥华温村的朋友呢 想要买车的话 大家很多人已经知道了 如果不是很知道的人呢 是可以找唐大叔的 唐大叔现在呢 我们的店里面是原装车和改装 全都是可以提供的 原装车当然就不用说了 改装车因为我们有自己的 这个4S店内的改装 改装部门 所以你改装过的车子呢 所有的保修是不会影响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对吗 怎么广告打得这么慢呢 重新打一次啊 等我停好车以后 好了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极普马人 不要再看完唐大叔视频呢 然后跑去买买 之后还跟我分享说 我买了木马人好开心哦 大家知道就行了 唐大叔这里就可以买了 想改的话 或者你已经买好木马人 要改装的话 也可以直接找唐大叔就可以了 现在呢 这些咱们自己店内都有服务了 咱们温存 温存机不值家 对吧 嗯 不错不错 今天呢 视频还可以 长度不错 我觉得信息也挺丰富的 而且呢 做完这个 我想将来有机会重做一次卢比肯 当时讲的时候可能比较粗一点 那 或者有些新的 哦还有几个版本我喜欢的 那讲完这个几个标准的 其实一共就三个嘛 运动版塞哈尔 还有卢比肯 就开始讲其他的 我手摊有的特别版 然后就可能会讲一些 改装车啊 那些东西 好了 非常感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赏 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